好 玩具TV第26季第十一集 我真的很怕經常說錯 做到第26季 還未結束 多謝大家支持之餘 今次終於可以跟大家說回Gundam 好 昨天出的Robot One Enemy 今次要介紹的是其中一部幻子機體 GP04 Jabra 如果大家有看高達到一定非常熟悉 雖然是一部幻子機體 但受歡迎程度絕對是非常高 當然除了故事之中 機體的命運是比較坎坷之餘 設計上亦是很突出 當然 名貴美加老師設計高達都未失過手 所以這隻純粹說的造型 我自己非洲谷是非常喜歡的 見到是一貫的Box Arts 托賴今次絕對不是雲閒 所以變成無論他也好 將會出的GP00也好 都是通販 所以作為一個玩家 在一個不太貴的價錢 可以買到這麼高質素的玩具 絕對是比較聰明的 好了 吹完了 看看究竟有什麼值得給大家推介 有些師兄問有沒有決鬥 決鬥是什麼 有 有 但我沒有買 其實是一起推出的 不過就著Strike的機體 決鬥那塊其實推出得漂亮 不過我自己個人喜歡一些強勁的MS 所以如果真的要買決鬥的話 我都只會買衛藍決鬥高達 好 sidetrack 完了 看看這次其實robot 魂四個多 所以給你什麼呢 好了 既然用得anime robot 魂這個名字 最重要的除了本身主體之外 它的配件應該就是封蓋 所以這次GP04 它的配件或者特效件來說 絕對稱不上是封蓋 不過 哎呀 除了本身它的主體之外 你都會見到它零零射射 黏了一代我開都未開的配件 或者叫特效件 麻煩你 時間關係 我們現在馬上爆上它 麻煩你 時間關係 我說你會見到 非常 user friendly 用來裝手的配件 噴嘴 噴嘴 不同造型的雷射劍 在那裡了 稍後再玩 玩一隻東西 一開始 開播 看回本身GP04的本體 我想都裝一些基本的東西 上去方便大家看就會好些 我又想問一問 嗯 GP04為什麼會叫做橫支機體呢 是它的卡通片沒有出 還是什麼原因呢 其實如果大家都 真的有看到0083這套東西的話 當然了 司馬它駕駛的 Gebra Tira 的前身 或者叫做改裝前 正正就是這一部的 GP04 Gebra 當時這個阿拉巴沒有電子廠 它就著這個GP04的設定 其實已經準備好了 亦都打算交貨給這個聯邦軍 不過 就著本身這個設計意念 好像現在考我這個高大歷史 就著這個設計意念 它其實 都是這個強襲突擊型 即是等於GP01FB 所以變成就著聯邦高層 我覺得本身它的設定是重覆了 所以變成它這個計劃 開發計劃是終止的 坦白說 無可否認 它的設定確實是 與這個GP01FB 是非常之相近 因為你看它全副武裝的時候 基本上它的出力 續航能力等等等等 其實都是等於這個GP01FB的開發歷程 所以阿拉巴沒有也心有不甘 我先用心有不甘來形容 結果 就用它們旁邪的方法 將這一部Gebra 讓導給這個迪拉斯艦隊 當然如果大家都有看到漫畫的話 其實它在這一段寫得非常之好 你在OVA是看不到 它本身就著那個交易有多黑暗 不過在漫畫裏面 就補完怎樣將這一部Gebra 它其實跟模擬戰 是有跟這個GP01FB對決的 是想著在那個數據裏面 究竟採用哪一部機的制式 不過在未完事之 那時候就被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司馬艦隊就在那段時間出現 並且強奪了這一部GP04Gebra 跟著才去回這個智慧軍 換回所有裝備 就變成現在大家看到的Gebra Tira 哇我真的說了好那多 你問我 我答詳細一點 有錯請更正 我真的靠記性 好了 看回這部機器 其實我肯說的時候 我都不斷轉過一個圈 大家不需要突襪 雖然武器未拆 不過我整個機器已經滲線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 他本身那些黑線 是真的有這麼深色的路路 是我真的對他有愛 我是已經在一些適當的位置 畫了灰線 才有這個效果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 他出廠就是這樣 他出廠是白賴 曬到一個點 因為本身你見 其實始終這個價錢的玩具 不會跟你上很多色 所以變成如果你真的有時間 或者你對他有愛 亦都真是不妨 在他一些黑線位上上顏色 整件東西那個 線條就會更加突出 講到我口水乾 即刻玩一隻東西 艾德羅伯雲可動性究竟是怎樣 背囊來說 你會見到他這個 肩膊的推進器加雷射劍位 是有幾高的可動 因為本身他側的釘位 都已經露出來 算了 換句而已 另外就著這個雷射劍位 他亦都有另外一個 窩釘位的關節 可以令到他突出來 這個真心正 引擎就不能動 不過其實整個背部是拆得出來的 不差再拆掉了 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共用呢 我就不敢說了 但我拆得出來才可以滲到線 所以都是一件好事 好了 頭 非常之貼心地 他無論這個V字天線 和後面的天線 都有士兵件 所以大家被地板精靈整掉的時候 不用怕 還有得救 向上 向下 其實在後面動 我想會好些 因為你會見到 其實他零零射射 做了一個關節位 當你動的時候 其實不是整個頭動 而是分了件 令到頭向上摩 那時候 塞進去頭和頸的Joint位 令到頭開摩高些 肩膀位 你會見到 胸口其實和其他高達 或者渣鼓一樣 在肩膊位置 有做了少少的可動 所以令到他動的時候 特別是 向前 這個前臂位置 是可以動得更加多 和更加自然的 肩膊的推進器 雖然設計很巨型 不過 是絕對不會影響到 他肩膊位的可動性的 你只見他這個闊度 這個可動性 就知道多可怕 所以 他遞高隻手的時候 你會見到超過這個90度 大概是100度左右 或是105度左右 當然 本身你見到他肩膊的設計 他始終都會頂住這個上臂 不過其實 影響很小 是 到了首競位 到了首競位 全部補完位 是給你 我不敢說補得很漂亮 不過 有補到其實已經 你看到外觀上已經差很遠 好 橫軸的方面 你會見到他第一個橫切位 就是在肩膀和上臂的位置 不僅 不僅 上臂的拳頭位都出得很漂亮 而且你會見到這些所有位置 都是做了分件的 所以變成在外形 或者外觀上都是出得很漂亮 腰 嘩 嘩 大哥 你想變形嗎 撿回簡都可以 不過 大家 這個其實我完全不介意 你能夠扭到這個動作 其實是純粹給你拍一些 誇張一點 向前屈的動作 你玩完 你又不會故意走到後面這個破綻位 向後就沒什麼 但向前就跨啦啦 其實本身如果就著其他玩具來說 你看到向後的幅度都不是小 因為你會見到腰的一節位 你會看 向上握完之後的幅度 你就大概知道其實這件事是多麼瘋 好 好 裙甲 大家可以看回本身就著每一次 高達系或者握鼓系最令人精彩的股關節 他這個向下拉出 令到他本身向前踢腿的幅度增加的關節 絕對是有保留 和亦都會是非常緊的 又不算非常 玩的感覺都幾舒服 那你可以看回本身這個大腿和這個膝頭哥 他這條坑 你就知道本身他動的軌跡是怎樣啦 膝頭哥和這個小腿 其實本身這裏也都有另外一組關節 他不是動得很多 但是變成動的時候可以令到他的幅度強很多 和在造型方面是會更加美 腳掌、腳腕 其實我拉到這麼開 大家都大致上看到本身他腳腕、腳掌、腳腕和小腿 本身都有兩組的關節 令到他腳腕的可動幅度是很大 不但 這個腳腕的護甲的可動性都很高 雖然 你會見到腳掌後面 是不可以動 不過 我先叫腳趾 同樣地是有一定程度的可動 令到你做這個奔走行的動作都會是非常順暢和自然的 所以這件東西 四塊水 沒有問題 我覺得是絕對值得給的 好了 說完整件的可動 真是放多一點工具上去 有觀眾問你 德哥你的灰線在哪裏滲 用甚麼來滲 0.02 Codpick marker 不過香港沒得賣 上次我在秋葉原都只有 Wooks天國有 只有四支 我全部掃了 因為我要黑色和灰色 另外整班哥達同好聚那些 有錢人都很喜歡用這隻Codpick marker 如果 鏡頭面前的朋友 知道我說哪種Codpick marker 而發覺香港是有得買的話 通知我 謝謝 是否換了XD,Z8 是呀 是呀 我沒買 我打算整隻新的買 還有它跟兩個贈品 我是有興趣 不過有時間先搞這隻 我從完全未玩 所以就看一看說明書會好些 好 重點就是這個疾風推進器 先看看 其實它是有分前後左右的 你會見到本身插口位有些坑紋 你就要跟背部的坑紋去上去 你就沒有死了 我照樣裝 其實玩的時候不裝就好像過癮一點 但是你裝了那個霸氣又不同級數 所以變了大家看著來吃 我疾風推進是未畫線的 所以是會見到一個反叉 另外還有一些蛋夾 蛋夾其實你都可以放在盾上 真的有很多東西玩 看著要是鬼 我嘗試一下短時間把什麼東西都拿上手 看看效果是怎樣 其實這裡還可以裝上部件 讓你可以上得緊一點 也不只要再裝上它 本身這次的GP盾 它就沒有什麼特別 即是一些可動、涉賣 不過 你會見到 很可怕地 有可動的 對 正 有些師兄問 你裝完這三支東西之後 它還站不站得穩呢 What a good question 那不差我拿了一支槍 既然大家這麼有誠意 又不介意我玩得這麼興奮 本身這一支騎兵級的長槍 真是 真是認得一個點 基本上其他設定都沒有 這一類型的 長槍 所以變成都絕對值得給大家看一看 這個歐多厲害 小心點 玩的時候這個其實挺容易斷 聰明 好玩的做法 本身這支槍有幾個握法 不過我就選了其中一個就算了 因為 只是把手 它都有三個 所以變成在 持槍的方法 亦都有很多種不同的選擇 就是 是 這個 是 看這個 立刻這個開股,究竟它是否能站到的 剛才說,唯一扣病的就是後面的裙甲不能動 所以你放大一點動作,它不是不行 但是就會迫了腳甲出來 後面我沒有碰地的,補充一句 不用用那些東西頂的 外面有人說我們在Live 是呀,說個Hi 發聲很雙面喉 是Micky麥克風來的 是呀,是呀 喂,Micky 外面有扎設計師 Jefry也在 還可以 開門門進來就行了 我又不放了,這東西值得入嗎? 我覺得是絕對值的 反正現在又沒有特別炒 喜歡的朋友,聲音好入 如果有些要求的 你就索性畫一些墨線 看下去的感覺就更好些了 最後見